每年有近百万人次造访的新竹县湖口老街 后山独有的碉堡还有茶园景致也是相当热门的旅游点 焦旅处争取到了7500万 打造2.3公里长的茶香步道 设有竹林茶席、观景台还有停车场已经开放使用 布满碉堡,视野辽阔的茶园 吸引不少游客来到湖口老街后山骑脚踏车散步 焦旅处就争取7500万打造茶香步道 已经开放启用 我们有设置两处的一个茶香步道入口 游客可以从全区的导览图了解我们步道的一个规划路径 我们也有去设置一个碎石广场提供临时的停车 以及休息座椅供民众来做使用 以往只有纵向的登山步道 要横向贯穿茶园只能走到湖心路边 下坡车速快容易危险 就僻贱2.3公里长步道 从老湖口围坡站 一直到景观餐厅巷口 能从台地远眺市区景致 还能衔接金师 人格 祥湖步道 更保留过去装甲兵户外训练基地的碉堡景观 呈现独一无二的湖口风情 移留着十余处的军事碉堡和壕沟来做一个改造 那其中一个是在被80年的一个树林的大树包覆 我称为老树碉堡 我去新埔还从这边过 偶尔就会停下来这样走一走 没有深入的进到这里面来 就是在路旁边走而已 那现在弄的步道呢 我就是想来试试看啊 来走走看啊 沿线有竹林茶席 观景台 还有指标 休息座椅和停车场 二级计划将针对湖心路 另一侧的本级窝西改善蓝带设施 带动地方观光发展